你穿越到平行世界 成为一个顽固败家子 带着仅有十岁的弟弟上青楼 调戏女扮男装的母霸王 却被人头耳朵扔下去重伤垂死 而从这一刻开始 你的命运轨迹发生了转变 小王八犊子你给老子站住 今天我要不跟你打个满脸桃花开 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明里才十岁 你一个小王八犊子就敢带他上青楼 以后还不得翻天 老子今日必须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家法 爹 虎毒还不狮子呢 你这是要干啥 准备跟我娘再练个小小号 生个小小宝贝吗 坏小子 大庭广众瞎说什么实话 还不赶紧跟你爹认错 娘亲大人 你看我爹那凶狠的模样 好像我把他花魁给抢了一样 我认错还有用吗 再说我就是带明里 去见见花花世界的凶残 什么事都没干 再有几年明里就该成亲了 我这个大哥提前让他了解一下 姑娘的凶残有错吗 我这是关心弟弟的身心健康和成长 有错吗 小王八独子还敢跟老子一肚子歪理 你还有脸说明里过几年娶妻 你自己都持久了 连个小妾都没呢 你是想等老子死了再娶妻吗 大哥大哥 咱们还去青龙吗 那些姐姐身上好香啊 爹 您要干嘛 八雕觉得自己很冤枉 他刚混成副导演 就因为喝多了穿越过来 还一脸猛逼的时候 就撞到了刺史千金小姐的身上 因为嘴剑和手剑 非要去探索人家凶大鸡是否发达 被人家一顿爆锤 刁儿啊 你跟起小姐的事情 现在闹得满城风雨 你心里怎么打算的 打算什么 就让他们说去呗 我又不掉块肉 放屁 你与人家姑娘有了肌肤之亲 坏了人家的清白 你就打算不了了之 我柳家男儿都是敢做敢当的男子汉 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 爹啊 咱说话可得讲道理 外面的人以讹传讹 胡说八道 你就相信了 就那母老虎的样子 我敢跟他肌肤之亲吗 你是不知道 我当时就是不小心碰了他一下 好家伙 他抬手就把我从楼上扔下去了 小命都快没了 我哪敢惹他 你还有脸说 被一个姑娘家打得灰头土脸 你还有脸在这抱怨 老子要是你早就投秦怀和了 你这是亲爹能说的话 和着我没被打死 还得自己投和 我是你亲儿子吗 问你娘 老逼当 你咋还骂人呢 老子咋骂人了 就算老子骂你也是天经地义 你还想翻天不成 好好好 你是爹 你牛逼 你厉害 行了吧 行了行了 我也不跟你计较了 你也就敢窝里横 那其家丫头揍你一顿 你也不敢言语 本少爷那事 不跟女子一般见识 否则少爷一巴掌 就让他知道 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 包准教他做人 好 等你与齐云完婚之后 你一定要拿出男人的气势来 让他知道我柳家郎的气魄 那必须的 什么 等会 老头子 你刚才说啥 玩婚 玩什么婚 你与齐云那丫头的 是闹得满城风雨 为了老夫和刺事大人的颜面 老夫已经派人去提亲了 卧槽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告诉你做什么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你取也得取 不取也得取 这也太霸道了吧 我去 这就对了吗 我去 什么就对了 老夫知道了你要取了 本来还以为得费一些口舌 想不到你这么开明动力 为父很是欣慰 我儿终于长大了 我去 爹 我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好了 取取取 马上就取 你别着急 天色已晚 为父要去休息了 也早点安歇 我去 我是真没想娶他 老爷 老爷怎么样 刁儿答应了吗 必须答应啊 老爷我出马 还能办不成事 我就说了一句话 刁儿便答应了下来 屁都没敢放 老爷真厉害 妾身就知道老爷出马这是准程 夫人 你有没有觉得刁儿有些怪异 从前他见了我虽然不至于唯唯诺诺诺 但是也不敢太过放肆无礼 可这些日子感觉他好像变了个人 都敢叫我老头子了 可能被齐家丫头打开窍了呗 妾身倒是觉得现在的刁儿比之前要好 说不准以后多打两顿会越来越聪明了 你说呢老爷 还是夫人眼光不凡 那个夫人 我觉得刁儿先前说的不错 咱们要不再练个小小号吧 你个老不正经的 小姐老爷在书房等您 喊您过去 知道了 什么柳家上面提亲 爹爹你不会答应了吧 月儿无论如何都不会嫁给八雕那个灯徒子 不嫁 不嫁怎么办 现在整个江淮两岸都知道 你被八雕那个小子媳 那个占了便宜 还有谁能愿意娶你过门 现在你们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所有人都准备看你们的笑话 看齐府和刘府的颜面如何扫地 爹爹 像八雕那种秀无大致的灯徒子 只知道榴莲签了画坊 爹爹让女儿下架与他 这不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 你还有脸说 你一个堂堂大家闺秀 不爱女红喜好戎装 私下里摆弄刀枪棍 抚越勾叉 同女工 不学女礼 这些年来 为什么没有人上门提亲 你心里一点逼数都没有吗 一个女儿家 成天上蹿下跳 跟个马楼一样 有一点女儿家的样子吗 那那嫁人也得嫁个好人吧 就罢掉那样子的 满不成我不救的放荡子 我宁愿嫁给乞丐也不嫁给他 你说人家放荡子 你去青楼干什么 你脑子里塞答辩了 干出这样的事 偷偷去也就算了 结果还让人正大光明的发现了 如果不是你去了此等污秽之地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你还有脸说别人 我不管嫁给谁都行 就不嫁给八雕 你被八雕占了便宜的事 人尽皆知 除了他 没有人会娶你了 而且八雕怎么说 也是金陵府有功名的秀才 总归来说还是不错的 若是能考上举人 也不辱莫你了 就他 考举人 宁可别护有女儿了 女儿早就知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吃喝嫖赌 打骂老人 气压孩童 调戏良家妇女 私下踹寡妇门 就差刨绝会坟头了 爹爹身为一周百姓父母官 岂会不知他的秀才是怎么来的 天上一只鹅 地上一条河 大鹅飞下河 欣欣乐呵呵 这是未来举人能做出来的事 有 有那么差劲吗 爹爹当真没有听过八雕的铃声 是听过 但是没想到这么不堪啊 芸儿啊 是以至此也没办法了 这事情 为父只是通知你而已 亲事为父已经答应了 你想让为父做背信弃义的小人吗 女儿知晓了 女儿有些不舒服 先告退了 来这一个月了 这个大龙王朝到底是个什么王朝 中国历史上有这个王朝存在吗 我咋不知道 逆子 还有半年秋为就要开始了 此次周是你倘若不给老子考个举人的功名回来 老子我一定把你小子塞回娘胎里重造 老头子 你玩真的 你看老子像是开玩笑吗 老子说到做到 到时候考不上举人功名 你不死也要脱层皮 你可以试试 不对啊 不是说商骨子弟不得参加科举的吗 太祖是穷酷人家出身 体恤百姓 于是太祖便下令 但凡向朝廷捐些一定数目的银两 便可以允许其后辈子弟参加科举考取功名 那老头子 你捐了多少 五万两 五万两 你个败家爹 那得是多少钱啊 所以 你也知道那是不少钱 这次要是辜负了老子的五万两 老子疯起来自己都害怕 你给老子好好颠量一下 老头子 我考功名 为了什么啊 咱们家什么都不缺啊 考取功名 当然是为了做官 那当官是为了啥 当官当然是为了脸才 当官脸上才有光 能光宗耀族 就是为了这个 当然不是 当官当然是为了报效朝廷 善目移民 为朝廷开得天下太平 为圣上守的一方安宁 那我不去 这朝廷 谁愿意报效谁去 我就喜欢花钱 喝酒上画坊 这才是人生啊 逆子 你当真不去 不去 书院那地方 狗都不去 我身为柳家儿郎 天生铁骨铮铮 绝不会为强权所屈服 你就是把刀架我脖子上 我都不去 就是这么应急 逆子 很好 刘远 给我请训字棍 且慢 柳伯快去牵马 我最爱读书 少爷 咱们直接去当娘书院吗 你呀有病啊 读书还这么兴奋 那个我问你 少爷以前 真像他们说的那样 调戏梁家妇女 打骂老人 抢小孩零食 踹寡妇大门吗 少爷 你自己什么样 你心里没数吗 时间太久了 有点记不清了 帮少爷回忆回忆 少爷 其实你一点都不是 玩库子弟 他们说你打骂老人 是不清楚 那个老东西为老不尊 拦住少爷 你强行勒索 少爷你的银子 你抢小孩子的零食 是因为你见到 小孩子的零食上 沾染了脏东西 想要帮那个小孩子 丢掉防止 他们吃坏了肚子 依靠老爷 江南首富的地位 少爷想吃什么东西 吃不到 用得着枪 小孩子的零食 这些愚人就会以讹传讹 那条戏梁家妇女 踹寡妇门 是怎么回事 少爷你一年前 从冰州游行归来 在城郊见到 一女子打算自寻短见 于是便踹 开了他家的大门 就下了这个妇人 偏偏这个妇人 是一个死了账户的广妇 常言道广妇 门前是非多 少爷你踹门的时候 被一位路过的书生看到 便传摇了出去 至于调戏梁家妇女 更是以讹传啊 少爷你每次去 烟雨楼阁这些 有名的青楼知识 那些花容月貌的青楼女子 就像苍蝇你一样围上来 少爷想甩都甩不开 还用得着调戏梁家妇女 少爷您十九之灵 尚未成家 多少女子 为了和你有点交集 都是蜂拥而至 反正他们说的 完全跟少爷你不沾边 原来如此 那你说少爷我好色吗 好家伙 那简直是色忠 那个 那个情场高手 少爷你本来就生的 模样俊俏潇洒 老爷又有万贯家财 而且少爷尚未娶妻 风流倜傥 一些自然在情理之中 好 既然少爷这么风流倜傥 那我们就去烟雨楼转转 少爷 别啊 再不去书院 可就赶不上晚饭了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要知道在以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龙这种伟大的生物 就会绝技了 想要被一条龙服务 基本是不可能的了 龙 那不是神话故事中的存在吗 燕雀安知 鸿湖知智灾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一条龙啊 一条龙啊 人在广东 已经嗨到失联 走吧 去书院 当阳书院山掌 文人正门下 有清传弟子二人 其一是当朝宰府 而文人正 已经七十多岁的高龄了 这在人生 七十古来西的古代 当得上是高寿之人 不行了 这鬼日敌 当阳书院 到底发什么神经 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这是让人读书 还是让人爬山来了 少爷就说来 读书准没好事 这还没到地方呢 先少半条命 少爷喝口水 休息休息 只要日落之前 赶到书院就没问题 小松你不累吗 我咋感觉 你跟没事人一样 那个少爷 您体弱乏力 精神不战 面色发青无光 乃是典型的肾虚之症 您要节制房市了 我尼玛 少爷今天让你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至关尊严 少爷要与你一决生死 这位小友 老朽 怪你面色红中带青 虚传气短 肢体无力 此乃甚须知兆 小友注意节制 过犹不及啊 你大爷才甚须 没完了是吧 老先生 实在是失礼了 学生方才 与书童嬉闹一番 一时不察之下 想不到 竟然贸然冲撞了老先生 老先生多多海涵 小友不必多礼 所谓不知者不怪 老朽怎么会与一个后背 一番计较 学生柳八雕 精灵人士 凤家父之命 前来当阳书院进学 不知老先生尊姓大名 学生斗胆一问 原来是精灵柳家 柳原外家的少爷 果然是一表人才 相貌堂堂 老朽对公子的大名 是如雷贯儿啊 柳公子能来当阳书院 进学是笔院的荣幸 老朽当阳书院山长 闻人正欢迎柳公子 原来老先生就是 声名赫赫的闻老山长 学生不知闻山长在此 失礼了 学生柳八雕 见过闻山长 住院闻山 长浮如东海 长流水 寿比南山 不老松 柳公子 老朽父姓文人 单名一个正字 小有方才说来 比院所为合适 后背侍奉了家父的命令 前来当阳书院 进学 不 进学啊 不收 别别别啊 文人老先生的德行后背 早有耳闻 宽厚人良 不至于跟我一个小背计较吧 我当阳书院虽说比不得国子健一样门槛如此之高 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想进就进的地方 你懂了吗 小子糊涂 还请文人院长 明说便是 不可说 不可说 这个你得误 简单来说 当阳书院这个地方 想进来简单得很 我一句话便可以 这下懂了吗 误了 小子误了 老先生快收起来 别再让我看见他们 小子 你是不是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老朽是让你展示自己的文化比喻 你拿老朽当什么人了 啊 啊什么 展示功底啊 老朽也想看看明动精灵的刘大公子是否有资格进书院 这玩意怎么展示啊 没经历过啊 四书五经会不 不会 经时子集读过没 不会 兵法韬略总归会点吧 不会 君子六义骑马会一点吧 好像 也不会 寅师做父不要告诉老朽你也一点不会 这个嘛 七窍通了六窍 怎么讲 一窍不通 那你来书院干什么 你给老朽滚 老头这是你逼少爷的 奥义大兆换术 有钱能使鬼推磨 五百两 我当阳书院有进出天下才子的美称 你用五百两银子就想书买老朽 再加一百两 四书五经可以慢慢的温习 可是经时子集 七百两 这些慢慢也能补上来 银师做对乃士科举必不可少的科目 这个就不好搞了 八百两 银师做对乃士后天养成的习惯 可以培养 可君子六义乃是读书人立身之本啊 一千两 老头你不要得寸进尺 再多一句废话少爷 转身就走 柳公子随意的做一首诗吧 这是书院的规矩 老朽纵然是一身之掌 也不能随意违背 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 好 看少爷的大作 天上一只鸟在飞 地上鲜花成一堆 小鸟飞得真自在 鲜花开得真是美 简陋之作 请闻人山长 点评一番 我现在把钱退给你 还来得及吗 老头你怕是 想挨揍是吧 牛公子果然是天纵奇才 想必今年秋为之事 必能高中举人 我就说吧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老头 等少爷考个头 明界员回来 八雕想家了 不是大龙王朝的家 而是地球上的那个家 多久都没哭过了 我以为自己足够的坚强 可是恶耗突然降临 才发现自己脆弱不堪 爸 妈 孩儿不孝 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了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香 如今才能体会 李白当年的心境 小松我问你 你知道唐宗宋祖吗 知道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吗 知道李白杜甫吗 少爷你喝多了 什么唐宗宋祖 李白杜甫 小松一个都没听过 没听过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谁家御敌暗飞升 散入春风满金陵 子叶取中文折柳 何人不起顾原情 此时邓天下 游行他乡之游人 赵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并茅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 近来人是半消磨 唯有门前净湖水 春风不改就时波 没有李白杜甫 没有唐宗宋祖 少爷的一千两 少爷的豆浆油条 少爷的一条龙腐五 老骗子 少爷的一千两没了 还是老爷说的对 少爷真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柳松 少爷我的酒品完全没问题吧 我喝醉了 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情吧 有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胡话 有没有跳脱衣舞 有没有月下六秒 少爷你干了什么 难道都不记得了 完了 小爷的仪式英明没了 该不会又干了月下六秒的事吧 少爷 你喝醉之后就老了实实睡着了 您就放心吧 少爷赶快洗漱吧 一会刘夫子就要开始上课了 该死的读书生涯终于还是开始了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学渣代表 穿越古代吊打一众学子的情况 那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八雕在课堂上甚至睡得比床上都香 有八雕 你给本夫子起来 啊 开饭了 有八雕 不知道你对老夫方才的言论有什么见底 什么言论 负责你刚才说啥了 你来讲讲什么是王道 不乖乖听话的就干掉他 狗屁言论 那什么是霸道 乖乖听话的也要干掉 什么是圣人之道 阁下准备好 今天你好像得死 兵家之道 用计干掉别人 法家之道 我代表法律干掉你 强国之道 臣服或者死亡 一言五行 本少爷掐指一算 你今天得死 什么是帝王之道 要你死你就得死 不死就是抗旨不尊 抗旨不尊诸九族 诺论 荒怒之论 如此治果 国将不果 今日散选 三日后再来 知道本就如此 我不过就说的直白一点 这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了 孕丫头 你今日若是为了表薰云书 丫头闲聊规格之语 爷爷自然是扫踏以待 欢迎知智 可是你来当阳书院读书 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行 有违定制啊 闻人爷爷是觉得孕儿才是浅薄 难登大雅之堂 会给当阳书院丢脸 自古便没有女子进入学堂的规矩 老朽自然不能同意让你进入当阳书院进学 人言可畏啊 闻人爷爷 云书妹妹可在 应该在闺房之中 你去看看她吧 好的 闻人爷爷一会见 孙贼 你是谁 还不赶快放开云书 不然老子让你好看 晚辈后学知是齐良 拜见闻人山长 齐你娘 你个小兔崽子 闻人爷爷 这下子我进学院应该没问题了吧 你是孕丫头 难道你使用了义荣粉 闻人山长 晚辈齐良 希望能够在当阳书院进学 望闻人山长英语 模样倒是可以了 可是山上已经没有单人学舍了 总不能让你一个女儿家和大男人住在一起吧 传出去的话 齐润那小子能活活吃了老朽 柳家公子住在哪里 我和他一间房就行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这好吧 床前明月光 一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好诗啊 短短四句诗便将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难道是八雕所作 少小离家老大回 春风不改旧时播 竟然全部都是思乡的上等之作 才离家一日 至于吗 难道这八雕真到了脱口而出便是锦绣文章的地步 小松 你他娘的是不是出门的时候 忘记了锁门了 少爷包袱里 可是有几百两银子 丢了的话 少爷 送你进宫面圣 不能啊 少爷 我敢保证出门肯定锁门了 放屁 证据确凿 卧槽 非非洲兄弟 亚历山大东征了 麦哲伦哥伦布 环球航行了 不愧是非洲兄弟 这凶大鸡就是发达 快放开我家少爷 脊梁少爷 您老该起床了 请问我可以越过这条线 把东西给您老送过去吗 非洲来的黑小子敢打小爷 等小爷出去了学院 马上带人来 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非打你个三魂 出窍气破升天 娘的 这黑小子下手是真弹娘的 把人专打脸 可惜了少爷他英俊的相貌 可全部靠着这个吃饭的 刘兄 让你这个名栋金鸣城的福家大少爷 来给我端茶倒水 事后想要忙来忙去的 不会委屈你了吧 不会 当然不会 脊梁兄弟 英明神武 气度不凡 一看就是人中龙凤一般的存在 极有委屈的道理 紧急的 打了小爷就算了 还敢如此的 羞辱小爷 等着吧 小爷现在是 龙有浅滩 遭虾系 虎落平阳 备犬鸡 待我重镇旗旗之日 便是血债血偿之旨 刘兄 你不会是打算着 现在行事不如人 就忍下了小弟的羞辱 他是知识 在报这意见之仇吧 不敢 不敢 君子报仇 十年不 十年不什么 刘兄倒是说呀 不会 十年不会 一百年也不会 一辈子都不会报仇的 刘兄 少爷很大度的 应该怎么说 无度不丈夫 对 无度不丈夫 我柳八雕以我的人格保证 绝对是信服之志 绝不敢提报复之事 刘兄 说好的你可是要服辞我一个月的 不过你我宿妹平生 如此安前马后的侍奉小弟 小弟于心不忍 你我同事而居 小弟于心不安 这样吧 小弟也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答应小弟一件事情 小弟可以当昨天的事情 没有发生过 与柳兄赤诚相待 啊 其兄弟 俗话说得好 男子汉大丈夫 明哲不安 一天是直的 终身是直的 我柳八雕三指为命 死不足惜 可是你若是想要我柳八雕 为了狗且偷生 居身于你的龙阳之好 你是痴心妄想 你要干什么 小爷警告你 你可不要乱来 老天爷给你定海神针 你却用它来当脚屎棍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啊 拿命来 七兄 不就是让我坐手师子吗 屈屈小事 合足挂齿 你至于拳脚相加吗 以此恶化俯视一手 倘若再次胡言乱语 我让你十天半月下不来床 我要是做得不好 会怎么样 您是作对 哪有绝对的上子家做 你急促之下 俯视一手 即便是夏萍 也是情有可原 喂 如此最好 如此最好 齐兄且听 这幅画啊 真是美 既有山来 又有水 这幅画啊 真是行 也有鸟儿 也有虫 这就是你做的诗 这也叫诗词 齐兄弟淡定 齐兄弟开恩 我绞尽脑汁 也就是这个水准了 且慢动手 我有话说 有什么屁块放 齐兄弟们有所不知 我家上也不说 这也不说家做 此言当真 小王八蛋 你在跟齐兄弟密谋什么 我才是你家少爷 你可不能认贼作父 与外人狼贵为奸啊 下山喝酒 我请客 不去可不可以 那你挨揍可不可以 不可以 走 去喝酒 少爷我最爱喝酒 怎么着 想跟我动手 齐兄弟说什么呢 我这人有点病 时不时就得啃两块砖头 要不然浑身不得进 你自豪老师弟 乖乖去喝酒 我还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喝酒 大口的喝 您老先请 掌柜的 把你们店中最烈的美酒 来上一坛子 再上四个最好的小菜 脊梁兄弟 还是随意的 喝上两杯清酒为好 醉裂的酒 是不是不太合适 我被男儿喝酒 就该喝醉裂的酒 那些清酒 米酒之类的酒 是那些神规之中的 大家小姐喝的 柳兄 你不会是不行吧 我行不行 待会你就知道了 谁先趴桌子下 谁是孙贼 小爷拿门到驴 当水喝的时候 你小子还只是个液体 少爷 你昨日已经宿醉了 今日若是在痛饮一番的话 会不会不举了 头可断 血可留 名誉不能丢 少爷一定要让这个黑孙贼知道 什么叫男人 居然说小爷不行 自仇不报非君子 等小爷把他喝趴下之后 给他发光了 绑书院门口 客官 你们的酒来了 这是本店最烈的酒 名为牛马岛 顾名思义 凡是牛马必是喝岛 我擦 你们老板 莫不是姓姿 客官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老板姓姿名本家 姿万恶 牛皮牛皮 我都穿到这了 还能碰见万恶的姿本家 柳兄请 积梁兄弟也请 柳兄 既然是小弟请客 那这酒 是不是就由柳兄 你先干为敬 非也非也 客随主便 还是其兄弟先干 我说柳兄先干为敬 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 我先干 我先干 小二 来一大壶一般的酒水 客官 食文钱一壶 你不怕我身上的东西 客官若是来喝酒的 我自然不怕 我们老板说了 客自云来接待天下客人 你们几个 想走的把酒钱接了 不然给你们塞这棺菜里 哈哈 有意思 上酒吧 小二哥 来一壶好酒 来嘞 小二 给我也上烈酒 两位客官 本店最烈的酒牛马倒 一坛十两银子 好好好 我连牛马都不配搭 两位要不要 一起喝点 谢了兄弟 柳早就眼缠你的酒多时了 也一样 我只是客气一下 你们不用这样吧 没关系 出门在外 都挤把哥们 二位兄弟真仗义 某先干为敬 也一样 某家留三道 东海人士 来江南有些事情要办 闻到了香醇的烈酒 便厚着脸皮淘上一碗酒水 江南送中 也一样 背刀客留三刀 大龙王朝江湖中人 手下亡魂三百人 杀人的时候都是用的被杀之人的兵器 唐官将送中 江湖别号唐官将 又叫送中人 天下英雄榜送中排名第九十九 后来送出去九十副棺材 目前排名第九 施主 小僧远道而来 可否为小僧施舍上一碗茶水解渴 我虽然不信佛 但是也愿意结个善缘 可以施舍小和尚你一碗茶水 这对于我来说算不得什么 但是他不行 你笑什么 等姑娘有这么好笑吗 这位姑娘 大龙王朝可有明法规定 不准在酒楼中大笑 没有 既然没有规定 那在下笑咋的了 严姑娘 就不要刁难这位公子了 好啊 你个小兔虑 居然帮着外人欺负我 这位小师傅 这姑娘的意思 看来是想让你当的他内人啊 施主说笑了 这人眼睛好生歹肚 居然连人家想什么都知道 小师傅 茶水不解渴 不如坐下来 喝一杯如何 施主说笑了 出家人有戒律 不得饮酒 小师傅 本公子听闻出家人 乃是四大街空 既然是四大街空 是酒是水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说他是酒 我说他是水 不知道小师傅空 还是不空 施主说的对 当空 两位大哥 其两小弟 咱们与小师傅 一同空一下如何 当空 哪也一样 我的刀为了朋友而背 背了七年 可能还要背七年 也可能今天就不背了 我的官为自己而扛 扛了十年 不知还要扛多久 可能今天就不扛了 一直都是用别人的兵器 你的官我用不了 背刀客终于不背刀了 刀鸣不尽 留三刀愿意 一身抗官 官就是官 踏入江湖会死很多人 可是依旧有数支不尽的人 不顾一切都会踏入 江湖既是江湖 一是名利场 每个人都逃不出名利二字 人生在世 名利或许比生命更为重要 想要进江湖容易 想要出江湖太难了 送中不为名利 只为藏人 藏己 藏人使命 藏己是福 挂币 绝对是挂币 一跃十丈远 这还是人马 他们这是要干啥去 生死斗 为了一个江湖榜上的排名 既决高下 也决生死 是不是感觉很荒唐 这么掉 我想去看看 会出事的 可能会误伤到你 毕竟你这种文不成武不救的牛马 身体残弱 你不是想要 为话做提示吗 保护我去看看 就给你提示一手 阿弥陀佛 圆孽 少爷 你等等我 可观你可不能走 还没结账呢 七行刀 你只出了四刀 为什么不出第五刀 留三刀 留三刀 七行刀 只有四刀 背刀客终于不用背刀了 你的官也有我陪葬了 我的官 葬己 葬天下 唯独不葬朋友 朋友 和我同酌喝了酒 就是我的朋友 你认不认都是我的朋友 我的官 不葬朋友 如此说来 你可真是霸道至极 我进了江湖 想出江湖 你葬了我 我便出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武林是个小江湖 天下是个大江湖 你想退出江湖 江湖同意了吗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 受教了 你们的江湖 我不曾入过 但是我想看看 这画真好看 时间都少见 谁能画一幅 美名金灵传 这就是你说的提示 怎么样 不错吧 这诗词本少爷 片刻就能来上好几手 就连文人证 那个老头子 都说我是天纵奇才 将来必是高中举人 这就是你说的不醉不成残 少爷他也没喝醉啊 黑鬼 让你打本少爷 终于被本少爷抓到机会了吧 不给你开嫖了 你不知道本少爷 当年小吃一条街 扛帕子的名头 是怎么来的 你要干什么 卧槽 那个奇兄弟 你床牢固吗 要不我找石头 给你垫垫 是你的教训 再有下次 我把你垫在我下面 何时 我才能报仇雪汉啊 我把你垫在我里面